法国当前处于重症监护状态的患者人数开始略有下降 但每天的感染者数量仍然很高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周三在部长会议结束时说 法国的卫生状况仍然脆弱 可能处于疫情顶峰或者接近顶峰 周三发布的法国公共卫生部门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住院的总体数量稳定了 重症监护室的病人仍然在增加 目前有30,954人在法国医院住院 周二有31086人 而七天前这个数字是30868人 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人数开始略有下降 目前共有5959名重症患者 最近24小时新增了476例 周二有5984例 七天前这个数字是5902例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法国有316人在医院去世 周二同期有449人 七天前这个数字是297人 自新冠肺炎流行以来 共有101881人死于新冠肺炎 在过去24小时内 共记录了34968个新病例 周二大约有4万人 而一周前这个数字是43000人 自法国开展疫苗接种运动以来 有13247089人至少注射了一剂疫苗 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并且有5013963人 接受了两次疫苗注射 占总人口的7.5%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 Manda Handele 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